我经常和大家说一定要选择很适合自己小环境的植物来种植 像漏斗菜在小贩的花园里面度假非常的容易 而且无病无害 所以在去年的秋天我就购入了很多的漏斗菜 它的花看似很柔弱 但是生命力是极强的 而且它也很耐寒 即使是在北阳台也是能够养得很好 这一盆漏斗菜是我自己购买的第一盆漏斗菜 叫青金石 其实我当时对这个品种是完全不了解的 当下只是觉得这个花实在是太可爱了 特别是它背后的这个小尾巴 我到后面才了解到这个尾巴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巨 巨离的巨 这一盆漏斗菜也是元老级的 是2020年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重瓣闪烁系列 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提一下养护环境 因为我这个朋友呢 它是一个天台养护 它的漏斗菜就没有养的特别好 因为天台的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几乎也没有任何遮阴的地方 而我的小花园本身也是一个半日照 一点之后太阳就慢慢的走掉了 所以它们其实不太需要我去照顾 而漏斗菜本身度下真的需要相对阴凉一点的环境 去年秋天我购入了很多的小苗 有很多还是血盆苗 所以我为了节约盆 三四颗苗或者是两颗苗种到一起 像这个盆是环球 球根盆330这种款式 所以我就种了相当于四颗漏斗菜在里面 目前看来它们还是蛮不错的 去年买这些漏斗菜的时候 也没想到今年会有 《与君初相识》这部电视剧 也没想到有诚意送给季云河的漏斗菜 大家开玩笑说 今年的漏斗菜可能要涨价了吧 其实这一盆漏斗菜 我当时种的时候是比较随意的 但是开了花以后 我发现其实蛮有趣的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 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面能不能看出来 其实它们有些许的区别 我来把它们放到一起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偏紫黑色 而这个紫色相对会鲜艳一些 这些种甲如果大家想留种子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它长到成熟 但是我不太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们都修剪掉了 再加上最近的几场大雨 这个花就被打落了非常的多 然后这一盆漏斗菜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巨 大家有发现吗 这个是没有尾巴的 这个是有尾巴的 所以没有尾巴的这个漏斗菜 也叫做无惧漏斗菜 这一盆的颜色它其实是黑色 我觉得虽然它有一点偏紫 暂时对比之下 它确实非常的黑 这个系列呢 它们叫做巴洛系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是今年的秋天 是可以试着购买的 我另外一款经常会用到的盆 就是这款爱丽丝速烧五号盆 或者是环球标准盆 170 这种盆的话 对于秋冬季的小苗 鲗斗菜的小苗来说 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能够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干湿循环 但是如果到了春季 温度慢慢上升的时候 其实你每天可能都需要 去给它浇水 因为它的根系会长得 非常的饱满 但是这种小苗种植之后呢 漏斗菜会长得比较的高大 在遇到大风天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被吹倒的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给它 泡一个这种桃盆 那么就不会容易吹倒了 其实我今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不是蓝色也不是紫色 而是这一款黄色 我真的觉得它仙气 非常的十足 再加上它的这个锯 非常的长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 小仙女一样 这一款虫瓣副色 它的标签上写的是 虫瓣天鹅壶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种 白色跟紫色相交 也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植株是一种高大型 这是一款粉巴洛 我觉得这个粉色有点像大家可能经常会说到的鲑鱼粉 所以粉得非常的有气质 这一盆基本上开拜了的蓝紫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形成了非常多的种架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怎么去修剪呢 有人可能就会从下面直接剪掉 其实不用 因为这种进节的地方它会重新长出新的花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从这种进节处重新长出来的一朵小花 这种种架如果你真的想留种的话 你可能要等它在枝头自然成熟之后再把它剪下来保存 但是如果你想后续还看更多的花 那么你就确实需要及时地把它修剪下来 我之前看过园艺石家视频里面 药草老师介绍过漏斗菜 他说漏斗菜的播种到发芽 在自然环境下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真的是很考验耐心 因为它们在我的小环境里面很容易度下 所以我就种了一棵在我的小花香里面吧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它可以长得更高大 我见过别人那种地在的漏斗菜 真的非常的漂亮 今天视频的封面照是我朋友种的漏斗菜 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小的一棵苗 可以顺利地成活并且开出像仙女一般美的花 当然每一棵小苗其实都很柔弱 但是也饱含了很多的力量 他突然被通知封控居家 这些小花小草们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安慰了 我记得当时我被封在家里的时候 每天最开心的是我的朋友帮我来浇水 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原意的人 只能给我开着视频 用最笨的方法帮我照顾了整个花园 他也是需要赶在自己上班之前 帮我完成整个花园的浇水工作的 我们经常会很早地打视频电话 但是这样的一个视频电话 于我而言就是一整天的安慰 虽然当时是不需要工作 但是我的精神好像没有办法得到非常舒服的休息 也没有办法非常集中地去看书或者是学习 就是心里觉得特别的慌 是一种十分不踏实的感觉 正常的生活应该是工作的节奏 休息的节奏和有朋友们娱乐的节奏 踩着自己的节奏就是感受到生活的跳动 如果跳动停止了 活下去的动力好像都会要消失了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当时我是坐在黑黑的房间里面 终于刷到了一张回武汉的成绩列车票 买到票之前我是并没有告诉父母的 因为害怕他们不同意 当我全副武装地坐上火车回到武汉 看到我的花园 所有的植物都非常的好 真的很难想象那时我离开了差不多快两个多月的花园 当我拿起剪刀开始照顾每一棵植物的时候 那是一种踏实感 我活着回来了 活着的真名就是你还能拥抱自己热爱的所有 永远不放弃